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开心邀请到了吴阿姨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她的故事 吴阿姨是中国第一位公开身份的支持新少数的妈妈 所以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我们两个在2008年的时候一起创办了同情恋情友会 吴阿姨你是哪一年生的? 1947年 已经过了77岁生日了吗? 过了77岁半了 77岁半了,算了好青春 那当然了,我一到我生日那一天我就会在我的自媒体上改我的那个岁数 那到那一天我就78岁 那现在还没到,还是每天都写77岁 对对对,你是能够接纳自己年龄的人吗? 那肯定啊,而且我很觉得最好 人家说那个女人的那个年龄是秘密 就不要问啊什么,她不说就回避 但是我就经常主动说,人家不问我就说 因为我觉得能够活得这么大岁数又还那么健康快乐 晚年挺充实的,所以我觉得挺治好 我就想让别人都知道 因为很多人是要把年龄给藏起来的,对吧 您的儿子是哪一年,当时告诉你说,哦,我其实喜欢的是男性 1999年,他18岁,还没满19岁那年,他是80年出生的 当时是在什么样一个场景以下,他跟你讲这个事 那时候他不知道在他向我正式出柜之前 我已经看了方刚的那本《同性恋在中国》 也看了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 他没有想到我的那个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但是他会相信爸爸妈妈都是会接受这个事实的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一向沟通很好 那时候他准备高考 我就习惯每天晚上我在我自己的那个书桌前 我当编辑嘛,就看我的稿子啊,笑对什么 儿子就在他房间复习功课 一般九点来钟,我也想休息一下眼睛 也想让他也放松一下 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过去他的房间 那天我也是像平常那样就过去说 让他休息一下吧,不要老是用眼神 那他也很高兴就放下手上的功课 就在他房间就跟我聊了 那天呢,刚好是我讲到 有时候收到一些稿子啊 写那个爱情啊,什么之类的 比方你也认识的一个什么叔叔 他写的那个爱情小说 好像都是有点保守 不是很放得开写 然后我又说到我去组稿啊 因为我接触的都是文学人嘛 那他们是特别重感情的 当然也有些比较浪漫 我说都知道我是已婚的中年妇女 但是有一些人还是会给我表白啊 表示对你的爱慕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情感 我的心里头也不是完全平静的 也会有一些波澜什么什么 我就讲了这些 然后儿子就说 妈妈你那么信任我 把你那么多的事情都告诉我 我也想说一下我的事 在他开口之前我心想 高中生能有什么可以讲的 就听呗 结果他第一句就说 妈妈你有没有发现我是喜欢男孩子的 我说喜欢男孩子也没什么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 他们班上有一个男生是体育班长 从别的学校来的高大 健壮是均居子弟 我儿子就对这个男生特别好用 带他来我们家玩啊什么 甚至有一段时间 每天晚饭后就说要 去那个男生家里一起做功课 我心想也好 独生子嘛 比较孤独 那两人做半生兄弟一样嘛 所以我就说喜欢男孩子也没什么的 然后他下一句说 妈妈我是个同性恋 然后我一说同性恋也没什么的 那这个就比较意外了 我因为前面有一点基本的知识 所以我就觉得是没什么 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疑问 我就是同性恋 我知道人数很少 而且都不愿意公开身份 我心想想你是我的儿子 都十八九岁了 我都不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别人 那不是找不到你的朋友了吗 因为我知道同性恋是 按说是不应该和异性恋爱结婚的 爱不起来嘛 但是你都不知道谁是同性恋 你不是很孤独吗 那我这个一个问就是站在 他们的立场 而不是站在家长的立场 你怎么办 传宗接代这些就没想 但是我还是说 我们的人知道自己在哪里 没有雷达 那时候都还没有这么发达的网络 但是我知道 特别是后来我做公益 我就知道 他们真的是互相会知道自己的人在哪里 很敏感的 当初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说的那么坦白 说我们这人知道自己在哪里 那就你知道就好了 现在反正年纪还小 第二个我就说 青春同性恋很容易得爱之病 那怎么办 就是你是同性恋没关系 但是得了个爱之病怎么办 他就很明确的告诉我说 妈妈不是因为同性的性行为 引起爱之病 而是没有保护的 不科学的那些性行为 才会引起感染 或者是传播什么什么的 他还说了安全套 就使用安全套之类 我听了我都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中国的家长 哪会把这些持放在嘴里 我这么大年纪了 我都没跟儿子说过安全套 我心里都吃了一惊 有点觉得哇 我长大了 第三个呢 我就说 我知道你都没有恋爱过 就不管跟男的 还是跟女的 你都没有恋爱过 那你怎么知道 自己一定是喜欢同性的呢 就算你都没尝试过 后来他知道我 这个疑问是很普遍的嘛 一个大问号 他就先不回答 那我就继续说了 我就说 比方你可能心里头 那个找爱人的标准比较高 到了大学 大学里面就很多 你生日 学历也慢慢就高起来了 见识也多起来 那你可能会在大学里头 遇到合适的呢 他也还是听我说 那我就说 如果大学都没有 那你要参加工作了 社会那么广阔 认识的人那么多 到时候在工作交往当中 慢慢慢慢就 就认识了更多更多的女性 完了你就发现 哦有一些才貌双全的 超出你的预想的 那说不定就会情不自禁的爱上了呢 他就说 妈妈 你都交往了那么多的 你同学 你知青 你编辑 你读者 什么 而且其中有些也长久的交往 有些也是很优秀的 你会不会因为其中某一个特别优秀 你就情不自禁的爱上了呢 我说那当然不会啊 他说妈妈 你是异性恋 你知道自己爱的是异性 我是同性恋 我就知道自己爱的是同性 所以再优秀的异性 我也只能把他们当朋友 我就不会说情不自禁的就爱上了他们 我就想 哦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都几十岁了 还要我儿子来跟我说 这么一举这个例子 我就马上明白了 不用去尝试 不用怀疑 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喜欢什么样的人 就等于是我们自己知道 你要我去尝试过 是不是可以跟同性啊 然后才确定我是异性恋吗 也不需要的呀 后来我就说 哦那行了 那就也都不早了 十点多了 都该睡觉了 各自睡觉 就睡觉了 过后他谈自己的体会 他说 他都没想到这么顺利 就像妈妈出柜了 但是他也没有说 非要告诉爸爸 不过我想 当晚就不用告诉我老公的 因为都这么晚了 而且也不算什么大事 到了两天以后 刚好有一个中午 我儿子没在家吃午饭 剩下我们两口子吃饭 我想也是个机会了 轻轻进去 我觉得 那个远涛告诉我说 他是个同性恋 那我先生说 同性恋也没什么的 因为他是在越南出生长大的 就在那边可能也 也稍微开明一些 思想活跃一些 然后他说 不过他现在还年轻 可能还没定 以后可能会变的 我说远涛说不会变的 那我先生也很宽容的 也没什么 不会变就不会变 那我们何必要 非要他变 又不是什么坏事 那告诉你是就是了呗 就这样了 可是这是25年前 而且那个时候 同性恋在中国 还没有从精神机密当中 拉掉 我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认知 和人的这种品格 或者是人的性格 在这样的一个关头里面 表现得非常不一样 方刚那本同性恋 在中国是 我看的第一本 关于同性恋的 对我来说是启蒙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会上网 也没有那么多正面的资讯 无意中看的 所以我做编辑这个身份 我都觉得是天选之人了 因为如果我不做编辑 我就未必会去多看一些 好像与我无关的书 但是我们广州文艺这个杂志社呢 是比较开放的 在全国的同类杂志里头 然后我们就老是想 开一些新栏目 有一次我跟我的同事们 就在议论说 可以搞一些什么新栏目 就挖空心思在想想想 然后就说 听说最近有一个新的文学 这个门类叫做计时文学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计时文学呢 我们本来就小说 诗歌散文那这些评论 计时文学挺新鲜的 那到底什么样才叫做计时文学 什么东西可以放到这里 怎么去约计时文学 那我们总要清楚 大家就说 暂时先去调查一下 什么计时文学 我这个人是比较注重行动的 讲完了以后散会 就赶紧去想办法找 就找到方刚 当时他是个年轻记者 他出了一套计时文学重书 就回来看了 一本一本浏览 其中有一本就叫做 同性恋在中国 对于我来说 这个题目就很新鲜很细 我就先看了 看了以后我就知道 哦 原来就有一些人 性景象是跟我们多数的 一年不一样的 他们大概就占3%到5 从性啊爱啊方面 都是喜欢同性的 那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他们也是正常的 你不能因为他是人数少 就说不正常 但是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状态 被认可的程度是很不理想的 这就是最基本的认识了 然后到第二年呢 又到了那个王小波去世了 那李银河就出了 同性恋亚文化 当时我想 王小波是文学人 我就知道啊 出了好几本书了 但是李银河是社会学家 他研究什么呢 他的同性恋亚文化 是讲什么的呢 我反正都已经看开了 那也不妨多找一本来看看 就又借了一本 同性恋亚文化 看完了以后 我就更明确了 就中国和世界 都有很多同性恋者存在 他们的生存状态 是不理想的 我们作为主流社会 一性恋是应该 尊重理解包容的 那当时我就想 哦 是这样 但是我都不认识 哪一个同性恋 不管什么时候 我要遇见了 或者发现了 或者他主动告诉我 他是同性恋 我都一定要尊重他 不管他是谁 但我心想 我都不认识同性恋呢 我的同学没有 知青没有 同事没有 作者读者 目前也没有人 告诉我他是 那就也不能硬找啊 就没想到 第一个告诉我 他是的就是我儿子了 可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是 我从知识上 我能够接受这个多元 但是如果是别人家的话 我都行 但是回到我自己家 我不行 很多家长会期待说 什么时候结婚 我是不是抱孙子 我是不是 这孩子的成长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传统的这种规划 没有那么具体 因为还没到时间 我们都不想那么早 结婚的 你看我虽然是 下江前就跟我先生 就暗中施定终身 因为父母都坐牢了 他又比我大七年呢 我21岁他都28了 如果在分开之前 他要到外地去啊 部队农场 段年后来又到 那个矿山的中学教书什么 那分开那么多年 你不给他一个定心丸 他就好像心定不下来 我主要是考虑他 因为他是华侨孤儿嘛 从小受苦 后来他就等了六年 我就将近27岁的时候 嫁给他 那我心想 我是一个女的 我都那么迟才 才结婚 我儿子就更不用急了 高一的时候 就重新分班嘛 别的学校考来的 有一个女生 就在他们班上 跟他非常要好 两个都是那种宣传委员 学习就你 这个我感 人也很好 也很可爱 就经常来我们家 中午都要来我们家 那我和我先生就想 可能他们俩在恋爱呢 不过如果恋爱也不错 那个女孩挺可爱的 那也就不说 大概也就是高一 有时候他们晚上很晚 还在通电话 我就觉得 他应该是有那个爱的意思了 但是也没有必要去制止他 就情感的东西嘛 那时候完全没想到 他是同性恋嘛 就觉得他应该像别的那些 那样爱上一个异性的女孩呢 后来有一天 远涛就来跟我说 他说妈妈 你和爸爸肯定以为 我和谁谁是在谈恋爱吧 我就直接说 我说就算是谈恋爱也没什么样 我不像一般家长 说你要正式读书啊 早恋呢 什么 我心想如果是他们学习都那么好 又那么有爱 那谈恋爱就谈恋爱 就可以共同进步 又不是马上要结婚 但他说 妈妈不是的 我们都知道不是的 他说的是我们都知道不是的 其实话中的含义就 他其实已经像那个女孩出贵了 那女孩是从别的学校来的 是对她有那种好感 然后她明确告诉她了 就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以后 他们还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不是一个异性恋 他能够把那个爱情和友情分得很清楚 并且是主动 就一点都不用隐瞒 谁都没来得及考虑 他结婚啊 生孩子啊 抱孙子这些 而且我都还工作着 我也不会急抱孙子 我的晚年还远远没到呢 所以我就不像一般家长那么紧张 还有一点就是 因为我先生是个华侨孤儿 他跟一般国内成长的这些 受传统观念 根深蒂固影响的这些家长 不太一样 他没有要替祖先来传宗接代的这个概念 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亲生父母 早早就已经去世了 连他这个生下来 这个儿子在世界上能否活 他都不会去考虑 他自己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个我先生 这个郑成波 他的成长 到以后长大成人 回国读书 大学毕业认识了吴又坚 最后又恋爱又结婚 又生出一个正远套 这一切都是天意 都是顺其自然的 不是他的父母要求的 也不是他非要达到 我就要想生个儿子 或者什么 那如果我不生呢 或者生不出呢 或者生出个女儿呢 那我生出一个儿子 你高兴了 但是这个儿子是同性恋 那你也高兴啊 因为一切就是这样安排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那种说 非要刻意 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设想 我们也没多少设想 就是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尊重最真实最自然的那个你 我们爱这个孩子就够了 2005年跟南方今日一线 在电视上站出来 成为中国第一个站出来 支持些少数的这种 亲我家里面支持 跟说我要站在媒体上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事 怎么样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就是我还在当编辑 工作也很忙 也要照顾我的老父母啊 这些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嘛 也没有时间精力 还没来得及考虑做更多 南方电视台跟远他说 有点想采访他的时候就说 哎你爸妈都支持你 不如邀请他们来 接受采访吧出镜 我儿子说 爸爸是老师就不方便嘛 那我妈当编辑 我回家问问他 看他怎么样 然后就告诉我了 要求两天之内要答复 人家要有排期 行或者不行 说完就算了 那两天我都没有问 我先生跟儿子的意见 我就自己独立思考 我就很明白 如果现在站出来 58岁 就会直接影响 我今后的晚年了 因为你自己也算是个媒体人 你知道一旦站出来 你就不能 马上就躲回去 所以宁愿 要就出来 要就不出来 但是要出来呢 就是对自己的影响 是个比较大的 个人生活之类 而且我也知道 不是那么轻易 被别人接受的 我想了两天 但是我想 我13年前 我出了个人影集 就是备摄影集吧 在中国也算是 一个普通女人的 真实的一些照片 几百张那样 有很多诗人 背了诗啊什么 当时我父亲都80岁了 1993年出的 他对整个事情 事先不知道 但是等到 马上要开手发誓了 我告诉他的时候 他就三个字 姚依希 那这么大年纪的 一个老干部 他对一个 40来岁的女儿 做一些好像看起来 很出格的 很显摆的事情 他都说姚依希 因为一个人的个性啊 你的什么展示 这是有意思的嘛 我想如果父亲 还在世的话 他对于二女儿 和这个外孙子 想要站出来 说明一下 真实的情况 让更多人了解 这个群体 那肯定是说姚依希 所以我就下了决心 就告诉儿子说 通知他们 我愿意 后来儿子就陪我去了 就接受了采访 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因为还是会 很多人都看嘛 对中国大部分人来讲 说哦 我很顾虑 我所谓的家族的看法 尤其是嘉宁 父亲原来 应该是在 做过广州的市委书记 是吧 50年代 50年代的时候 广东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 这些 30比较 非常重要的公众人物 你没有顾虑 我的家族会怎么看 我就想 这是我和我先生 和我儿子 三个人的小家庭的事 跟家族 没什么大关系 你们愿意 公开的承认 这个那么显眼的 这个吴又坚 就是我的某某亲戚 那就承认 你们不愿意就大话 我也没要求你们 到处去说 那个就是我的谁呀 什么什么 但是他们肯定 还是有想法的 就不会高兴的 特别是远涛的姑妈 就唯一的一个最亲的 她爸爸不是华侨孤儿吗 在世界上 就只有一个亲姐姐 姑妈 在更早一点的时候 我是在那个 家庭杂志出的那个文章嘛 她姑妈都看到文章了 买到杂志了才知道 这么大一篇文章 说自己的 而只是同性恋 就打电话给我 就不高兴 就说我也不是说 从此就不爱远涛了 因为她很珍视这个侄儿 但她说 但是这些事情 何必要在社会上讲呢 那总不是那么好听吧 你接受就算了 你又还写文章还是什么 当时我在电话里说 我说 曾姐 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事情 家长能接受的都不多 我有这个认识 我有这个条件 我都不站出来说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会有家长这样来做了 那她就还是很不高兴 但是也无奈了 你都说出去了 后来你又出境 那就更加了 等到远涛回家的时候 我告诉她 我说刚才姑妈 打电话有点折背 让她就说 猴桥 我买个贼 幸好我不是她的儿子 刚才你也提到 就是说 你在93年的时候 出一个写真集 那个时代 出个写真集 也是很 这个划时代意义的 很先锋的 对吧 可能在中国 女性里面 公开出写真集 有可能你还都第一个 我听说 刘晓庆 他们后面出的 比你出的还要晚一点 我后来有一个朋友 买了我这本写真集 后来他又买了 刘晓庆的 一对比 就是我的在前 时间还在前 而且我发现说 你是把家里面的那些 集序都拿出来 从这个写真集 那个要下很大的决心 当时没有想到 后来还还会什么 买房子之类的 这么大的开支 跟父母住在一起 都没有买房的概念 那每个月有工资 就把儿子供 供他读书 就够了呀 也不用存多少钱 所以家里只有两万块钱 全都拿出来 还不够 还要让儿子 把他那个压税钱 都贡献出来 而且你先生也是 很支持这个事 你看一般人可能就说 你第一个站出来 支持些少数孩子的母亲 就一般人一辈子就说 我有一个第一个 已经不做了 你再来说 我要第一个在中国 出版这个写真集的 那个带钱 两件事都一个人做的 你的性格里面 有一种说我很感 一般人 要做一个事的时候 总是觉得说 我不敢 什么塑造了你的这种感 我建议给你怎么看 我要去追求我想要的东西 其实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 就是特别在姐妹当中 是胆子最小的 直到现在我都没杀过一只鸡 我连一条活的鱼 都不敢破开它 一个蟑螂在地上 已经死了 我都不敢捡起来 我要隔着很多纸这样来捡 连过马路车多了 我都会害怕 但是在这些 面对公众的这些方面呢 特别这两件事呢 我觉得坦然 真实的我就是这样的 我又不是要图我的个人的名利 我只不过是说 既然有机会了 有那么多照片 拍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给她剪辑起来 编成十个专栏专辑 就可以展示一个 中国的普通中年女性 又不是什么演员 又不是什么形体的 一个普通中年女性 跟大家一样 也经历过文革 也下过相当过之情 这样的一段人生诡计 可能对其他人 也是有一定的共鸣啊 启发的 就表现你对人生的热爱啊 什么 父母又是比较开明的老干部 然后先生又是这样的一个 华侨孤儿 没有什么家公家婆呀 一大堆的那个干预 那我三个人的小家庭又很简单 你只要自己想通了 先生和儿子都支持了 你就快去做 我没有别的那么多的顾虑 又想又怕又想又怕那些 刚才讲你说 因为你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张娃都不敢抓那种 然后呢你做的事又有点像石阔天津的 一个人怎么样的力量才能够做到这些东西 就是还是说你对这个人的本质的那种自由的东西是特别看重的 很多人都强调说 因为母爱 但是我觉得母爱就绝大多数母亲都会天然的有的 光有母爱还不够的 因为你有母爱你就包容她 然后就接受她的 她找个男朋友 你就悄悄的把好日子过下去就行了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对于我来说 这个比母爱还重要 母爱是前提 就你爱你的孩子 然后你再扩大把这种爱放到对其他的孩子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 认识不认识的 往上的线下的 你能帮助的都帮助 但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是希望这个社会更美好 可是很多人就觉得我才不管 我只要我小孩悄悄的过好了 越来越少的人去贯注公共的利益 可是这个东西是很稀缺很重要的 跟很多的同龄恋打架到的时候 很多人最大最大的鼓励 就是我怕别人知道 我不敢做我自己 我要去委屈自己走到异性婚姻里面 你在跟那么多人接触以后 我们怎么样的一些环境 能够让这些人能够更敢 像你一样去做自己 这我都不太能回答你 我就光知道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不能一个个去说服别人 你应该怎么做 不应该怎么做 但是我可以用我个人的行为 我这样站出来了 我不顾虑别人怎么看 那事实上别人怎么看 那是吃药的 我怎么活是重要的 一直到现在 就算没有了 在机构里了 然后又这么大年纪了 也没有什么机会再去各地讲课呀 什么这些了 但是我还争取在自媒体上 告诉大家 今天的我是这样的 明天的我又去哪里了 后天的我这样 就时间地点 人物年龄都很清晰 有照片 人家慢慢就觉得 这个人十几年站出来做工艺 做到现在真的没有受外界舆论 称赞也好 贬低也好 质疑也好 他照样活他的 那种力量自然在那里 你要学你就学 我这么大年纪 我都可以做这些事 如果你比我年轻一大截 你刚刚理解接受了你的孩子 你有这个时间精力 你站出来 在你那个城市 在那个地方 跟其他家长团结起来 一起做一些分享啊 什么也好 如果你能在网上 写一点东西 就更好 有些远的他能看到 不行的话 你面对面 跟别人交流啊 陪伴这也是一个帮助